好 转回国内来看到 国军大秀军式肌肉 全球首支F-16V战斗机联队 今天早上在空军嘉义基地正式成军 现场安排了空中分裂式 高速冲场等高超飞行技术 展现出F-16V的极佳性能 总统蔡英文亲自担任大越官教育机队 由于这是台美共同合作 因此AIT处长孙小雅也受邀出席 总统表示这不但是台美友谊的再进展 更代表伙伴关系的坚定承诺 空中飞出一个八字型展现F-16V 离立之后可立即发挥的机动性 9G转弯以极佳转弯率跟极小转弯半径 盘旋一圈在缠斗时取得最佳攻击态势 每秒360度滚转率朝90 180 2007跟360度四个方向做定点滚转 将先进的线船飞空系统发挥到零零紧致 全球首制F-16V作战队成军典礼 总统蔡英文搭乘汉马车亲自教育 空军以奉展专案为代号号资1100亿元 由美国洛克西德马丁公司跟汉翔公司合作 将现有141架F-16AB型战机分批升级为F-16V 预计2023年前完成 这是台美双方的国防工业合作 不仅是台美友谊的再进展 更代表台美伙伴关系的坚定承诺 F-16V换装先进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 能够同时执行搜索追踪锁定多个目标 还有改装新式的座舱仪表 头盔瞄准系统电战夹舱 并且搭配新一代响尾蛇飞弹 战力大幅升级 目前我国空军战机战力 几近全球前15名 现在在F-16V正式成军之后 在共机不断绕台的情况之下 也成了抗衡台海威胁的主要战力之音 以上是记者的相比教授 我们在嘉宜的采访报导